最新曝光!郭鹤年在爆料!国父东姑从来不搞朋党主义,爱民如此!快看!郭鹤年还有更大的爆料!原来当时的马来人还可以这么做的,国父还,大大力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真相。 对现代人来说,一身摩登洋化装扮、喝黑口皮调情的城市马来生活,只出现在50年前的比南利、P、Ramley、黑白电影。 在大马商业句子郭鹤年回忆录新书里,读者重温了那段随风儿事,罗曼蒂克的布尔乔亚马来甜美时光。 当年,郭老眼中的国父东姑阿都拉曼是一名高贵儒雅的马来绅士,爱打扑克牌,在草坪上烤牛排,开香槟或葡萄酒,喝他最爱的白兰蒂轩尼施瓦。 对郭鹤年来说,在朋友上,东姑是一名重情义的孟长军。 在政治上,他不搞横党,他是政治上的孤独巨人。 郭老回忆,东姑喜欢美酒美食,朋友有时会给他送去一箱的香槟,或一块进口牛排。 东姑爱在草坪上烤牛排,并开香槟或葡萄酒,他最爱的干一白兰蒂是玄尼施瓦布。 他说,东姑见钟也会给他的朋友一些帮助,但他有底线,他从不搞朋党,尊重法治。 郭鹤年举出一个例子,当陈修信担任财政部长时,东姑曾给他写了一封信,为自己的一名扑克牌友求情。 对方是宾城一名生意人,遇上税务问题,因此向东姑求助。 郭鹤年回忆录提及,东姑写给陈修信的信里这样表示你知道某某某是我的朋友。 修信,我不是要求你帮我,但我肯定你可以看看有没有办法原谅他。 郭鹤年回忆录提及,东姑当年惹怒了陈修信。 伊斯迈,生活总有好笑的一面。 陈修信之后非常愤怒,他冲到伊斯迈的办公室,把信一丢,怒斥你看我们的首相,对我做了一些什么事情。 伊斯迈看了信件后笑说,生活总有好笑的一面,然后把信揉成一团丢进直罗,回头对陈修信说,东姑只是在履行身为朋友的责任。 现在,不用理会东姑,你继续履行你的职责吧。 多年之后,郭鹤年得知伊斯迈曾如此告诉陈修信,在他的回忆录记录了以上情景。 伊斯迈在东姑任相期间,担任外交部长和内政部长。 513之后,东姑下台,敦拉萨任相,伊斯迈晋升副首相。 郭鹤年说,这就是东姑帮朋友的最大底线。 郭鹤年也说,横党就不同,横党是吹捧领袖的哈巴狗。 他们总是乞讨回报,要领袖给他们发放国家好处。 郭老强调,一个国家的资产、计划或生意,绝对不能成为任何人的失恩,就算是国王或首相都不行。 郭鹤年说,腐败的领袖,往往用快速倾国来和理化自己的彭党主义情境,并弃所有的国家招标规范,将计划随意交给彭党。 他提醒,这些依赢彭党起家的领袖,也会施压相关银行,放贷给彭党及其代理人。 文,光华日报。马上转发。 文,光华日报。